市府办活动确替特定的立委参选人造势 台中市民政局办活动 邀请要参选立委的国民党议员罗廷伟上台一起带动唱 现场播放动算歌曲 期间主持人竟然当场高喊罗廷伟动算 IP行政部中立 市长卢秀妍表示 这非常的不妥 下不为例 如果再犯就要惩处 舞台正在带动唱 要参选立委的国民党议员罗廷伟也跟着跳 跳着跳着突然 罗廷伟动算 没听错怎么变成选举造势场 主持人带头喊动算 主角罗廷伟还有点小害羞 手稍微挥了一下回应 其实主持人不止一次点名喊到罗廷伟 只是看看活动名称 112年驱离特色纪空气污染防治宣导活动 主办单位是台中市民政局 这样的场合挑着动算 帮特定参选人喊动算 也被说行政不中立 因为行政不中立吧我觉得 什么场合可能在讲什么话可能要自身 可能自己要注意一下 罗廷伟本人解释主持人不是公务员 刚好他们也认识对方情不自禁太热情 这个民众很热情的就对我说罗廷伟当选 那基本上我们是有跟他讲说 谢谢谢谢不用不用 这段影片杨师傅在议会质询时被订的满头包 我都是不是公平的邀请你们两位讲话 好 讲话归讲话 非常不妥 我自己选举都禁止这样的行为 逼着最后市长卢秀燕出面表示下不为例 若再犯就要陈处 记者中部纵报道